来 我们有两个才艺表演 可以搭档才艺表演 我可以跟狼狼合作吗 原来在问狼狼的想跟谁 万一他想着 但我得先抢一下吧 你觉得杨迪我会选你吗 哈哈哈 为什么狼狼不愿意跟我们合作 请问咱俩 你俩来个复仇 找个刘三姐给我们 我们的演 那那个因为晨晨跟林姐 正好能空下 你们可以研究一下 再来一个 嗯 咋的白鹅 你说大白鹅 我们现在三个表演哈 看我主题曲对吧 主题曲是大家一起唱 大家一起唱 好 辛苦大家 好 走 好嘞 走吧 走 走吧 怎么说就是 我特别想跟 就老师特别认真的就是 合作一次 然后有一首歌 我觉得对我来说意义挺重大 对 就是《幽灵公主》 这个对你有什么意义 这个 它整个影响到我挺大的 但尤其是这个 这首歌的歌手 雨良美衣 因为我也是听了他的歌 大概过了 十年还是过了很久之后 我才知道 他也是个男生 但他唱的歌也 对 因为他是假设男高音 对 对 他这样唱的 所以我隔了很久之后才发现 哎 他是个男生 我就发现好像 而且这个歌刚好又是说的就是 人类跟自然一个 好 怎么样的一个感情 而且你要今天正好是那个世界环境日子 所以我觉得 换一个吧 先别老总大鱼了 对那我希望能够跟狼老师好好认真地 圆一个梦吧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好好好 那咱们来一个好 来点灵感性的空灵性的 再来到了准备主题曲的时间了 主题曲的话呢 曲老师啊 与宗林老师 说好 你好 请坐请坐 请坐 我们节目的主题曲的第一名的名字叫做 青春就这样 因为有然后周深这种空灵悠扬的声音结合 会有那个成就那么擅长的说唱吗 有有有 介绍完了 杨迪老师的声音啊 我觉得还是 有一种 有辨识度 娱乐的成分 娱乐成分比较多 哈哈哈哈 一定也会有一个不错的成绩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的 那我们直接开始拍吧 哦 已经开始了吗 开始了 哇 像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 那一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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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这个是我们的 好 咋办 我们去尽量拿现有的材料改造一下这儿 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在这儿演 可以的没问题啊 这个在多多大和多小的舞台上无关的 不不超过一万人的舞台你能演也会演啊 委屈 哈哈哈哈 那我们就这样就一会呢我们去尽量拿现有的材料改造一下这儿 就在这儿演好不好 好 我们大家请村民们的一起来的 好好好 好 这也是给他们看的 对 哈哈哈哈 来吧 今天由我们的春游家族给到所有的村民们带来一场表演 也希望谢谢大家来捧场演出顺利 干杯 一身军松 谢谢妹妹 来有请 好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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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跟大家诚挚的说一声对不起的原因 我们今天不得已在这样一个场地 然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为大家进行这场演出 既然来山歌好比春江水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这 那 面 和 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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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的太差了 你唱的太差了 实在对不起 毁了你的表演 跳得太高了 你们两个给我跪下 你这一场把我惊着了 你也把我惊着 你也把我惊着 上 嘘嘘嘘嘘 夸赞之余是吧 表演我觉得应该不会 再让大家失望了 朗朗老师 我知道不要唱出杨迪那样 那么我们相信他们强强联手 一定会超越刚才的表演 你对我们的期待 是不是也太低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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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謝謝 謝謝